乌尔战争已经持续超过两年 许多国家都针对俄罗斯的化石燃料产品进行抵制和禁用 然而数据却显示 台湾向俄罗斯购入的煤矿不减反增 进口量甚至全球第五引发民间团体的抨击 俄乌战争已持续超过两年 许多国家都针对俄罗斯的化石燃料产品进行抵制和禁用 台湾公司也从2022年9月开始停止向俄国购入燃料 然而数据却显示 今年台湾向俄国购入的煤矿进步减反增 进口量甚至高居全球第五 对此环境全保障基金会 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峰会 欧洲价值安全政策中心和台湾跨国企业监查等团体 于21月上午召开记者会 呼吁政府与企业装饰这项问题 其实过去一年来我们发现说 台湾公司对于俄美的这个进口量呢 其实持续的在上升 我们发现说从2022年 我们的整个占总体的进口比例的12%到2024年 这个数字已经成长到了18% 这个趋势其实非常让人担忧 因为不管是从能源安全性的角度来看 从人道论述的角度来看都是如此 如果从台湾的能源安全性的角度来看的话 过度仰赖单一的这个供应商 其实呢也会造成 如果价格开始有波动的话 我们会非常容易受到影响 供给不稳定的话 我们也会非常容易受到影响 如果特别是仰赖俄罗斯供给的相关的话 实燃料跟煤炭的话 这代表的是说 第一个不管是价格跟供给 基本上都是完全仰赖克里姆林工 他自己做的决定 购买而果然 除了有助长战事和对人全环境破坏的一律外 政治因素所造成的价格波动 和西方在外交 在贸易方面可能施加的制裁 也都是台湾企业和政府不能忽视的风险 现在能够辨识出来的呢 是台素公司跟台泥公司 是台湾最主要的买家 辨识的方式其实有从有两个层次 第一个从ISAC的单位 KREA的data上 我们有明确的看到说 这些俄罗斯煤矿 到底是进到台湾的哪个港口 主要我们知道 麦寮港跟和平港 都是收到非常多这些煤矿的台湾 在台湾的港口 麦寮港跟和平港 这两个港口其实基本上 就是由台素跟台泥公司 营运的专用港 持续和这些公司合作 刚刚前面的张哲都有提到了 其实是会有高风险 受到相关国际制裁所影响 记者会最后强调 已知台泥台素所进口的 俄国燃料仅占四成 经济部和民间企业 应重视购买俄国燃料存在的风险 以及背后对环境人权的 侵害和对战争的影响 记者王浩田台北采访报道